外壳翠绿色 柜背上有着独特花纹的绿细龟 张开四肢 奋不顾身努力的向前爬啊爬 迫不及待重返大海 一旁有民众不停为它加油打气 加油 加油加油 背上装有追踪器的绿细龟 随着拍打的浪花不断往海里冲 没过几秒钟就消失在大海里 去年七月的时候 它在台东这边被有次顽固 然后进来我们送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它身上有少许的一些藤壶 然后还有一些肿瘤在皮肤的外观上面 体重远有30公斤的绿细龟 若男时生长肿瘤 经过屏东海生馆专业团队的精心照顾下 目前已成功康复 在周四早上11点 团队人员在它身上装置卫星发泡气候 将它带至东海岸 与现场民众一起互送绿细龟回家 藉由这次我们装一些发泡气的话 可以追踪一下它之后会往哪个方向走 那有可以提供更多的科学的数据 让我们可以进步的去追踪 总流海龟的一些去向 绿细龟的野放不仅是对个体的解放 更是对整个海洋生态保育的贡献 希望这只绿细龟在广大的海洋中 自由遨游 继续编织属于自己的海洋篇章 民事新闻李郁翰台东报导 感谢观看